来 百合 来 百合 你把这个给太太送过去 好 妈 这是红衣包的汤 您趁热喝 你就不要借花献佛了啊 没事献什么殷勤呢 那 妈 您慢慢喝吧 我先上楼了 太太 太太 您看您多好的福气啊 红衣 看来看去这个家还就你疼我呀 太太您看您说的 我呀老了 这一睁眼一闭眼的 这一天就过去了 只要哪天闭了眼不睁眼 这身边连个送孝的孩子都没有 好 好 侯爷 别怕 有我呢 太太 您看 您看看 我这儿 我这儿有块玉 您拿着 我送给您的 来 不不不 这 这可不行 我怎么能收你东西呢 太太 您就收下吧 您要是不收就是看不起我 您知道吗 我这块玉呀 可是祖上传下来的 它呢 去病避邪 对您的身体有好处 对了 还能帮着您呀 镇住这个大屋子 真的 是吗 是啊 快收起来吧 又 又你还真别说 你看 这还真是块老玉 那个 那个 你看你看 这也不能白拿你的呀 该多少钱 给你多少钱 不行不行不行 我哪能要您的钱呢 我送给您的 那可不行 必须给钱 你等着啊 我去给您拿钱去 红衣 你怎么啦 你怎么啦 你 没什么 你这样哪像没什么呀 你这样哪像没什么呀 别别别 红衣 您别那么客气 但凡我能帮上忙 我一定尽力 昨天晚上 我们家外甥烧了口信 说老家的祖屋给淹了 老公 你说我这个年纪的人 要是没有了祖屋 没了房子 我不就跟野草一样吗 他还说 他还说要修这个房子 得一万块钱 那个红衣 你是想管我借钱吧 不不不 大华 红衣不跟你借钱 你看看 我这块玉啊 值好几万块钱呢 我把它递给你 就一万块钱行不行 这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 是好东西呀 看着就挺值钱的 不过那个 我不能趁人之危 占您便宜 这么着吧 钱我一样借给您 玉呢 您还是好好收起来吧 不不 是这样的 您要不要这块玉啊 那就是看不起红衣 不是 你看这块玉啊可好了 它呀 能保女孩子平安健康漂亮 你那么喜欢云朵 没准你将来就生个女孩呢 拿着吧 有用的 有用啊 拿着 那红衣 我明天把钱给您 拿着 拿着 这个云朵带着不错 赵弟 我已经按你的意思 把那对玉卖掉了 这么快 可惜了那对玉 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拿着 你呢 他要她 让我亲自得 你 说去 是不是 你 行 我先等你 你 去 我先等你 你 来 我先等你 我先等你 行了 你这别说了 我要出去了 你去哪儿 就指着你在离家做那点 小打小闹的事情 能撑什么气候啊 还不得我自己出手 都怪我这个当妈的没用呗 怎么样 宁夏 想我了吗 他看起来 你绝对这个 你保护了 你 我还太帮了 怎样 我还不想 我看起来 你 我还不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切顺利 行啊 真是能干 不但办事果断 而且干净利落 我没看错人 一天他做梦也没想到 你是我排去的卧底吧 宁夏 你现在拿的可是双份工资 好好干 我会加倍奖励你的 你就不怕我出卖你吗 出卖我 什么可能呢 你恨不得把离家的人 都生坑活泼了不是吗 我们才是同道众人 你怎么可能出卖我呢 再说 这双重间谍的活可不好干 我宁夏可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 谁要是让我不好过 我一定会让他下地狱 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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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吗 我宁夏员 小与你 二手 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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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衣 红衣 买玉的钱给你搁这儿了 妈妈问啊 这孩子跑到哪儿去了 我还是先在沙堆上 坐一坐休息一下吧 桃桃这一下就着急了 立刻叫起来 不要坐 不要坐 百合 百合 你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东西了啊 哪儿去了 怎么了 丢了块玉 准备给云朵带着玩的 那 你是不是要给云朵变魔术啊 云朵啊 你看啊 没有吧 这只手也没有 这回真没有 等着等着 我去找找 真邪门了 明明磕抖 这块玉好漂亮啊 一定很贵吧 不贵 你喜欢就好 其实我也不懂玉 她们就说 孩子带着个吉利友我就买了 那我替云朵谢谢你啊 客气什么呀 你但是那个 别说是我送她 为什么 表姑小心眼 我怕她知道了要说闲话不好 好 好 我不说 那我走了啊 拜拜 谢谢啊 云朵走了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找 给我细细的 边边角角的 仔细找 好 找不着今天谁也不要吃饭 昨天到手的玉 今天就丢了 这手够快的呀 太太 到处都找了 实在是找不到 这几个月 这个家里大大小小的 丢了不少东西 我今儿要是查不出个 水落石出的 我就不叫刘芬芳 去 给我把家里人都叫来 我倒要看看 是谁在我的眼皮底下 顺手牵扬 好 我这就去 这 好 我 点 我 关 我 我们 关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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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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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别说我没给你们机会 那我就一个一个查了 查出来我可就不客气了 妈 妈 那个 云朵的床上 好 好像有快乐 什么意思 百合 认识你偷的 不是我偷的 江百合 我可真没想到 怎么了 平常是少你吃了 还是少你穿了 你为什么人不做 非要做鬼 是我捡的 你捡的 在哪儿捡的 我是在楼道里捡的 你是张嘴就来呀 撒谎都撒成习惯了是吧 我的玉好好的 在我的盒子里 它怎么就能跑到楼道呢 难道玉能长腿吗 江百合 你没来我们家的时候 我们家什么都没丢过 你来了 丢这丢那的 看来我以前丢的东西 都是你偷的是吧 我没有偷吗 什么没有偷 快说 说老实话 别别别别 表姑 表姑 您说那块玉 跟百合说的那个 不是一块 你怎么知道不是一块玉啊 看来你们俩是串通一气的 要不然你上楼看一眼 是不是同一块玉不就知道了吗 废话 我当然要上楼看看了 走 跟我去 不是 去不去呀 去就去 这块玉 给您 给您 表姑 看好了吧 这玉跟你没关系吧 没关系 没关系 这块玉 红衣 好好看一下 你给我的是不是这块玉 太太 对呀 就是这块玉 江百合啊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妈 我这 别别别 这跟百合没关系 这是我送给云朵的玉 我昨天在红衣那儿买的呀 你在红衣那儿买的 红衣 怎么回事啊 这块玉不是你给我的吗 怎么又卖给刘大华了 太太 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呢 大华 百合 你们可别冤枉我呀 行 你们俩唱双簧呢吧 一个说是捡的 一个说是买的 到底怎么回事 妈 我是真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我就是刚才怕您误会 所以就说了谎 不是 红 红衣 我昨天在你那儿买玉 你不会不承认吧 对呀 你是在我这儿买了块玉 可那是块凤玉 对呀 我送给太太的是块龙玉 这两块玉根本是两码似的 咱们可要天地良心 不能说谎话 不然要遭雷劈的啊 是 是凤玉 没错 你看看 你看这不是凤玉吗 你 这怎么变龙了 刘大华 刘大华 现在这件事情 那就是秃子头上的狮子 明摆着的事 你先从红衣那儿买了个凤玉 然后你又偷了我的龙玉 送给了江百合 赶紧坦白吧 怎么着 想趁明朗不在家 你们俩玩一个龙凤佩是吗 我就看你们俩不对劲 果然这一切都是真的 妈 这怎么可能呢 大华 你赶紧跟妈解释啊 不是 红衣 你都说句话呀 我现在 我现在挑黄河 我也洗不清了呀 来 红衣 来来来 说 大华 我现在可帮不了你了 我卖给你的就是凤玉 不是 吃凤玉 它 它都变龙了呢 那 那我哪知道啊 它又不可能自己变呢 红衣 我昨天那可是帮你 你别不是憋什么坏主意 坑我呢吧 大华 你别瞪着你的牛眼看着我 我可害怕 反正你没干什么好事你 大华 你怎么这么冤枉人呢 我怎么没干好事啊 我怎么冤枉你了我 我卖给你的就是块凤玉 它自己又不能变成路 就没干什么好事你知道吗 你说你来离家到底什么目的 你今天跟我说清楚 今天都没完 你说你来离家什么目的 大华 吵什么 红衣是你介绍来的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的呢 那 妈 大华在我们家都这么久了 你不应该这么去怀疑他 冤枉他 我怎么是冤枉他呢 你没看见吗 人资并获 刘大华也刘大华 我收留了你这么多年 你是一点好都没学下 在我们家这么高雅的环境下 你竟然学了一身的坏毛病 你怎么竟干那些 上不了台面的事呢 不是 表姑 你 你真以为这是我偷的吗 不是我来离家这么多年了 我干过这事吗 是 以前你是没干过 但是并不代表你现在不干 或者说你以后不干 人都是会变的 就是跟着某些人来了以后 你就全变了 你都不知道你姓什么了 你不是喜欢这块玉吗 好 送给你 我把面子给你给足了 赶快给我卷铺盖 走人 我能走 可我不能背着黑锅走啊 妈 大华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他在这个家里待了这么多年 你应该了解他的 不是他做的 那就是你做的喽 行行行 你帮我百合身上泼脏水 行 我认了 我拿的行了吧 我还不稀罕你这东西呢 大华 大华 这混蛋 大华 他们俩这没好事 大华 大华你站住 大华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冲动啊 大鹤 你不用劝我了 其实我早就想离开离家了 我在这儿装傻卖 就为了少挨两句骂 我连那毛球我都不如 这不挺好吗 这件事帮我下了决心了 我还是早点离开 我那亲爱的表姑比较好 大华 你说你要是走了 那我跟云朵两个怎么办啊 这样 往后谁再敢欺负你江百合 我留大华帮你出头 走了 大华 老婆 不 多快 黄老婆 都不放大华 才是 在那儿 还不到 这包 哪一包 一包 真好 见蝶 黎天有没有怀疑到你 他并没有怀疑我 他应该想不到 我是你的棋子 真是好笑 这么狡猾的人 他居然相信你 这话应该是我送给你才对 他不是相信我们 他是自认为比我们都高明 我们都能被他所利用 当然 的确我帮了他不少 你既然帮他 那为什么还要找我做卧底 要想吃鸡肉 就得把鸡养肥了 你说对吗 我真是搞不懂 你们男人之间的把戏 我只知道 我想让离家完蛋 为什么 大家要在这儿 我们出去 都不得了 我只是跟着 没有 你 别叫我 你 就那么 有那个 怎么 谢谢 有些事情我还是喜欢自己动手 这样比较有快感 不是吗 好 我就欣赏你这个个性 特别酷 说吧 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 很简单 尽早地成为天一的女主人 女人和男人之间的芥蒂 有的时候只需要一张床 我知道这对于你来说有些难 可是你得好好想想 要想达到目的 又何必在意过程呢 能够把精神和肉体分割开来 这才是做人的最高境界 我要把天一作为陶空离江的通道 您想 这才是复仇啊 你看看这千里强低 要是被一夜摧毁 看上去会不会很爽 这才是复仇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这么看得起我 我以后不好好干都不行了 他怎么在这儿 李总 这不是江百合的朋友吗 难道他也在我们天一 这次收获不小啊 爸要好好地奖励你 爸 我这是将功补过 本地的客户流失那么多 我必须往外发展 寻找新的客员 继续努力吧 对了 你哥那边情况怎么样 怎么 发生了什么事吗 没什么 你哥哥 这边还不错了 我还不错了 这边是什么 我还不错了 我好想说 你想不错了 你是不是 那边是什么 我来说 我来说 那边是这样的 我来说 那边是什么 我看这事啊 有些蹊跷 其实妈对丢失欲这件事情 并不是特别在意 她很了解大华的为人 知道她从来不贪小便宜 只不过 只不过最近大华跟百合 走得比较近 所以才让大华离开 胡闹 我看你骂是待在家里 待出毛病来了 疑心太重 是要伤人的 明朗 希望你不要太介意 哥 我怎么会介意啊 而且你也不用跟我解释 我相信百合 我也相信大华 大华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啊 我记得有一次他曾经跟我说过 他希望在儿历之年 能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天高这鸟飞啊 他一定会过得开开心心的 我们祝福他吧 好 明朗啊 出差你也累了 回去休息吧 我和黎天还得聊一聊 快回去吧 好 爸 还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 黎天哪 爸听说有一家新公司 一直在暗中抢夺黎江的资源客户 这家公司叫庄氏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啊 我听说过 这家公司的老板是庄琪 爸希望你跟这家公司 不要有任何关系 我怎么会跟这家公司有关系呢 我知道绣场的事情 您到现在还没有原谅我 但是您放心 我绝对不会帮助外人 来损害咱们黎家的利益 绣场的事 爸东手打你不应该啊 事后爸也反省了 也在检讨自己 万事皆有根源哪 你是家中长子 爸不该一厢情愿地 把离世的重担 都放在了明朗身上 你一定会觉得不公平 所以你只想努力地证明自己 爸这句话 真是说到我的心里去了 我有做得不妥的地方 希望爸能够多多包涵 好了好了 过去的事不要提了 现在想一想 你妈对大话的不信任 检讨一下我自己 我现在跟你妈犯的是同样的错误 好 手足之间的信任很可贵 也很重要 我相信 也希望你们 以后要团结一致 相互支持 不要给我 也讨厌 您 我还以为你 要有这样的 刘兄姊 但这个不信任 那么不信任 我最近 嫌疑 可我 两天 两天 就算了 就算了 因为你 第一天 你不信任 脑子 drs 她现在情绪特别不好 搞得全家都鸡犬不宁的 还有云朵 她现在也不爱说话 挺可怜的 你现在怎么老向着 他们家人说话呀 赵弟 我看我们还是收手吧 收手 妈 你在说什么呢 我现在好不容易有了 今天这样的成果 我们母女内外联手 眼看姜百合就要倒霉 离家就要散了 你怎么能让我现在收手呢 离家现在都那个样子了 你该出的气也都出了 我们不能再害人了 我该出气的也都出气了 我要的是姜百合滚出离家 我要的是离家完蛋 这两件事情 你哪件把我办成了 可是离家就是倒霉了 你的孩子也回不来 我们都是人 我们心别太黑了 我真的不想干了 你干吗去 我就跟他们离家认个错 你敢 好 你今天要是做你的人 我就去做我的鬼 你今天敢去认错 赵弟 我就跳进湖里死给你看 赵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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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弟啊 好好好 好 好 妈答应你 我去 我去啊 我去啊 你不要离开妈 妈真的不能没有你 妈妈不能再失去你了 爸 回去叫小妈 不用了 敏郎 我们不等了 先吃吧 谁敢先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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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是吧 我活着玩有什么意思啊 你懂啊 不许你要 别闹了 妈 你这两天还睡不好啊 是啊 很难受啊 妈 您是不是又整天觉得浑身发热啊 医生说你 医生说什么 我好好的啊 少拿医生来唬我 百合这是在关心你 他这是在咒我 他这是在咒我 什么 闭嘴 谁让你学我了 这么小的小孩他都欺负我 我还怎么活呀 妈 我不想活了我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您懂啊 你再学一句 看我怎么收拾你 妈 您别生气了 云朵她是小孩子不懂事 您别跟她一般见识 是啊 妈 别生气啊 别生气 别生气 赶紧吃点东西 吃东西 吃东西 芬芳啊 一会儿我让弘仪再把那药 给你热一热 我不吃药 人家大师都说了 医生开的药不能吃 越吃病人的病越重 妈 什么大师啊 你生病了就要吃药啊 我没病 我没病 你再学我 云朵 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跟你快点 云朵 云朵 我跟你说过别学我 你犯天哪你 命朗啊 今天你早点下班 带你妈去看看医生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没病 干什么呀 给谁看病啊 这饭没法吃了 不吃了 太吵了 怎么这么吵啊 怎么这么吵 怎么这么吵 你闭嘴毛球 都是你在这儿吵 大花 你别吵了 我不想听 洪爷 洪爷 快快快 快来把他们都赶走 别在这儿吵我 妈 妈 洪爷不在 我给你煎了药 来 先坐下 快喝吧 妈 喝了就不烦了 我 我没病 我不喝药 我不喝药 医生说了 这个药 您不能停啊 别跟我提医生行吗 都是这个医生 我告诉你 他给我开的药夹起来 都能盖一度工房了 妈 你先 可结果怎么样呢 我不是该口疼 还头疼 该心烦还心烦吗 所以我告诉你 我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 医生都是骗子 好了 妈 明朗 骗子 你知道吗 他们都是骗子 骗子 妈 妈 妈 你怎么了 都是骗子 骗子 妈 妈 怎么了 明朗 你怎么在家 你怎么在家 妈 该出门了 走吧 干吗去啊 你不是不舒服吗 我约了医生 该走了 时间到了 走吧 没事 妈没病 要去你去吧 我呀 还约了你表姨他们 打麻将呢 妈忙着呢 你快走吧 忙着呢 你快走吧 明朗 妈这样可怎么办呢 我 你不懂 这个事 我做了 mol 你不得了 你说这事atooso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